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能够出现在你的朋友圈 这个要求很卑微 太别配了 都是男女朋友了 我只想出现在朋友圈 8号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就出现在朋友圈属于一种官宣行为吗 那相处多久需要官宣朋友圈 如果你不想在第一时间 去官宣这个事情的话 应该有一个时间点 比如说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可以给我一个时间点 让你能够充分地相信这段感情 是的 我也这么认为 我觉得要是我把你发在了我的朋友圈 但没有过多久 一个月 两个月我们就分开 那样就会觉得我会频繁更换男朋友 我碰到的女生大多是开始谈恋爱 从不官宣 分手的时候都官宣 刘玉菲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如果我发的话 你会发吗 如果我们确立关系之后 我会在第一时间就发朋友圈进行官宣 所以我也想她也能够尽快地发这个消息 可以进行一个官宣相互的 我觉得这个事吧 你以后要跟女朋友约好 要发同时发 要不发都不发 就怕不同步 好 记住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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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